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A柱盲区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 一般情况下 当汽车处于执行状态时 盲区对汽车影响不大 但一旦汽车准备转弯时 盲区便开始发挥其可怕的威力 会发生一系列事件 因为A柱盲区而导致汽车侧翻 误伤他人等事件 虽然国家规定A柱的宽度不可超过8厘米 但是在成本的把控下 大多数汽车厂商会选择8厘米的A柱 从驾驶员的视角来看 8厘米的A柱挡住一个成年人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汽车的盲区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既然A柱盲区危害那么大 为什么不把车架做成透明的 以便增加驾驶员视野减少事故的发生呢 在汽车发展史上 很多汽车厂商针对汽车本身设计不合理的问题 都做出过各种尝试 对于A柱盲区的问题 瑞典的超跑汽车生产商科尼赛克就造出过一辆拥有透明A柱的超跑 但透明的A柱如果想要具有保护驾驶员的作用 就必须采用先进的透明材质工艺 因为一般透明材质不具有良好的抗打击性 透明A柱大幅度的增加了汽车的成本 最后科尼赛克这一开创系的实验也不得不搞一段落 沃尔沃集团也曾别出心裁的想要解决A柱盲区的问题 他们发明了镂空状的A柱 基本的问题想将车架做成透明的暂时还不可信 但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肯定会出现低价优质的透明材料 到时候汽车的盲区问题也不是问题了